大家好,歡迎來到海綿哥哥的頻道 最近五六月份大家一半的時間大概都在家裡防疫 那我也是因為這樣子想找幾個CP值高可以玩比較久的遊戲 那看評論後我就選上了今天要介紹的遊戲 漫野奇壇,Well done math 這個遊戲畫面是手繪風格立體書 有很多個故事劇本,不過流程玩法大致上都是 魔物入侵,然後玩家要到各地探索後清理魔物,保護不同地區的人民 聽起來是蠻普通的啦 這個遊戲有趣的地方就是同一個劇本啦 主線不會變,但是每一次玩他的支線都會有新的變化 讓你可以一玩再玩 那你的選擇不一樣也會影響你的故事發展 而且角色還可以談戀愛喔 會發生一些英雄救美的劇情啊 或是一些互相看對眼的劇情 會覺得,哇好帥喔 或是他好美喔之類的劇情 但是你沒有辦法處處流行 想玩後宮的小夥伴可能就要失望了 不過實聽工作坊,搞不好能實現的願望 戀愛要素推測跟角色的個性跟性相有關 沒有錯 就是可以男男女女戀愛 但是之後會不會有小孩我就不確定了 我還在測試 男女群裡會有小孩 那長大後呢他也可以加入當我們的同伴 那故事也會加入一些親子互動的劇情 那除了一開始的角色以外 後面招募加入的同伴也都會有自己的劇情 也都互相有關聯 另外隊伍有情侶的話 單身的角色可能會羨慕說 我也想要有一個女朋友之類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類似 去死去死團那種劇情 我是覺得如果有的話就很促逼了 遊戲戰鬥方面是回合制的戰棋 那角色職業主要是戰士、獵人、巫師 沒有辦法轉職 取而代之是每一次升級會有技能三選一 或是強化原來的技能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不同的角色 就算是同一個職業出現的技能選擇 會不一樣 還有遊戲裡的巫師概念也跟其他遊戲不同 是要跟戰場上的場景或是一些物品念合 也就是說用念力超供物品來攻擊敵人 另外角色生命歸零 可以選擇撤退或是死亡前的錘絲反擊 撤退運氣好的話可能會沒事 但是很大的機會會斷手斷腳或少一隻眼睛 遊戲難度我是選擇稍微難的悲劇英雄 他玩起來就有點像XCOM的感覺 明明命中率很高 但是還是有可能連續miss 或是攻擊都被格擋之類的 那我們需要像一些包圍魔物 串連防禦之類的小技巧才能過關 建議新手還是玩預設的難度就好 喜歡難的就選選看上門午餐 但是午餐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 遊戲裡的裝備有指娃娃系統 那裝備獲得的方式除了戰鬥後 村莊也可以打造 戰鬥中還有機會遇見精靈 但是他會全力逃跑 追上去我們就可以殘忍的吸收掉他來升級武器 但是風險其實蠻大的 因為很有可能你會被怪為歐 別想說用SL大法再試一次 沒有用的精靈會不見 戰鬥結束後會看到一張敵人的卡牌 代表著一個隨機增強的能力 遊戲在大地圖上有天數的限制 只要過一段時間就會隨機抽五六張卡 提升敵人的能力 也就是說拖越久敵人越強 但可以用過關後獲得的傳承點 來抵消敵人的增強卡 不過傳承點很珍貴 升級裝備材料不夠的時候 或是說招新隊友的時候 也都要傳承點 如果玩高難度 你這些抉擇的影響就會很大 這個遊戲我個人可以給85分 很推薦 角色的故事互動很有趣 最棒的是支援Steam的工作法 可以下載一些髮型、武器、劇情 支援線上多人連線最多四個人 一人扮演一個角色 那他的小缺點是 雖然支援繁體中文 但實際上大多都是簡體中文 遊戲內支援的語言很多 但是幾乎都沒有翻譯完成 不過翻譯都不是積翻的啦 品質還不錯 我覺得OK 這是我第一支認真做的影片 未來除了遊戲介紹以外 我還會有一些教學片 筆電購買指南 如果可以的話 海綿人搞不好 我也會出動畫短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一下小鈴鐺 開啟訂閱 或點個讚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